好下一段曾子问曰 宗子去在他国 宗子无绝而居者可以寄乎 好曾子继续问 如果宗子已经去他国了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去他国了 也许被陷害 也许犯罪离开了 宗子无绝而居者 宗子他并不是大夫 但是他居在本国 居就是居在本国 可以寄乎 那他可以代替宗子来寄室吗 各位意思就是说 无绝的人是不能代替宗子去寄宗庙的 因为宗庙是要有绝的人才可以寄的 如果宗子有宗庙 但是他却离开了本国到他国了 那我是宗子 我又不是大夫 我又没有绝位 我可以代替他吗 孔子曰寄哉 孔子说只要有这个子孙在 不可以缺乏这个宗庙祭祀都要寄 请问奇迹如之何 那宗子就问他该怎么祭祀呢 我又不是宗子 我也不是大夫 该怎么祭呢 孔子曰 望木而为坛 以实祭 孔子说望木而为坛 望是什么 对着 靠近那个木 做了一个土坛 高高的台叫做坛 对着那个木的方向 足一个土坛 然后就可以按照48节来祭祀 为什么要做土坛 因为宗子虽然他的家里面有宗庙 因为宗子说去他国是代表说他是做大夫的 他因为什么原因去他国 各位知道吗 所以宗子有一个宗庙在 那宗子呢 他没有宗庙啊 不得去宗庙祭啊 也不得代表他呀 好 那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在靠近木的地方做一个坛 每次要四十八节 春夏秋冬要祭祀 我就去那个坛上向着那个木 去祭祀 如果宗子死 告于木 后祭于家 那因为我是宗子啊 对不对 如果宗子死了 那我就跟祖先跟木报告 报告说宗子已经过世了 以后的祭祀就不在这个坛来祭祀了 就移到我的家 各位宗子是不能够在家里面祭祀 宗子要祭祀要到哪里祭祀 到宗子家去祭祀 问题是在于说宗子他的家是个祖庙 宗子又还在 宗子是不在国内 对不对 那我是宗子 我没有绝 我不能祭宗庙啊 这可怎么办呢 好 就祭个土壇 等到宗子死了 他的家庙就毁了 对不对 那我宗子就各寄于自己的家 这个呢 就是一个全辨之理 所以古人你看 他也不会说宗子还在的时候 我就寄于自己的家 不会 他等宗子过世了 他才会寄于自己的家 就设一个牌位 宗子死 秤名不言孝 生莫而异啊 那我是宗子 他是宗子 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就是兄弟 宗子死了 我在家里面自己家祭 秤名不言孝 他家祭香拿起来 他不能说孝子我母母人 他不能这样说 各位只有宗子才可以说孝子 他不说孝子我母母人 他说我母母人 今天逢到了什么样的季节的祭祀 来跟祖先呢 献上春天的这些 收成的丰盛的贡品 感谢祖宗的保佑等等 我们就讲这些话 不能说孝子母母人 为什么 因为只有宗子可以称孝子 我们要避开宗子的意思 生莫而已 什么意思 就等到我也过世了 我是宗子 然后我自己在家里面祭祀说 我母母人来祭祀了 等到我过世的时候 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宗子 各位对不对 他祭祀我的时候 他就会说孝子我母母人 就换他称孝子 各位你这样懂意思吗 就是说 这个不是跟宗子并排的人 都不能称宗子 只有宗子可以称孝 那他们自己私下祭祀的时候 在他们这一辈子的范围内 都必会宗子 所以各位就知道 对于长兄的敬重 是一辈子的事情 那就等同于对父亲的敬重 是一辈子的事情是一样 等我生莫了之后 我的儿子不必再 对我同辈的宗子行敬 因为他的恩已经很远了 真正对我的儿子 有恩的是我 不是我的兄弟 各位对不对 所以这个自己的儿子 变成是我的自己的宗子 他的氛围 我们从这些简单的理解上 我们就可以了解 古人对自己的氛围非常重视 古人对自己的长兄 就四同跟父亲是一样的 长兄如父 而宗子对自己的氛围 也感到任重而道远 所以宗子不简单 前面讲过宗子 即使到70岁 他旁边还要有祖父 他到了60岁 旁边他的夫人过世 他还要赶快娶一个 为什么 因为他面临宗庙祭祀的时候 一大堆的人都过来 参加的时候 他要有祖人 他要祖父 他才能够应付他这个整个局面 因为什么 因为祖人要敬酒 祖父也要出来敬酒 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还有那个子里的人 也要出来敬酒 敬酒要敬这个师 也要敬这个兵 也要敬子里的人 还要敬那些端盘子 帮忙这个祭祀典礼的 所有的准备工作的那些人 所以祖父 等于是个职务一样 不能缺 所以宗子即使到了70岁 他还是得续全的 其他的宗子则不用 为什么 因为宗子不负担 这些宗庙祭祀的这些责任 我们只是与祭而已 所以略有不同 子游之徒 有宗子记者 以此若议也 子游的这一派的人 有宗子记者 如果有宗子 主持宗庙祭祀的话 以此若议也 若是顺 他就会顺着这样尊重宗子的 这种方式 这种礼节 去行祭祀 所以 子游下面的人 如果宗子时候 宗子代替 在家里面祭祀 就会说 我某某人 今天为祖宗们 行春天的祭祀 他就不会说孝子某某人 等到他的儿子 继承上来 才可以说孝子某某人 今知记者 不守其意 不守就是不注重 现在所有祭祀的人 那些宗子 这个替宗子 祭祀都不遵守这种道义 故乌于祭也 乌就是妄想 所以现在的世俗的宿子 这个祭祀宗庙 他自称他的孝名 他不尊重他的宗子 所以就是说 乌忘了这个古代 祭祀的这么好的一种法典 就是指责现在的人 不依典礼的意思 我们说实在话 我们都要不孝子某某人 宗子可以说孝子某某人 这样子才可以的 这个是在讲说 如果有一个很好的风上 身具意义的这个典礼 我们是有必要 要保存美好的传统文化 而不是每一个人争相说 他可以称孝子 为什么我不能称孝子 不是人人平等 各位人人平等 说起来就是个争制 不必这么争 就让有氛围的人 我们就要去凸显我们有氛围的人 比如说一个囚团 我们就去凸显我们的那个教练 对不对 你不是说人人平等 谁听谁的 你要听教练的 既然对我们有恩 我们要给他一个氛围 古人是这种思想的 曾子文曰 既必有师乎 这个祭祀一定要有师吗 这个师是什么呢 这个师是代表 王者而受祭的人 那一般古代的天子 祭祀宗庙 会在清代夫里面指定一个 代表王者接受祭祀的人 这个人就叫做师 那一般的民间祭祀 也会用到师 来代表神主 那么曾子问说 这个祭祀 既然是祭神 神本来就无形无相 又不是要祭这个生的人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直接祭神明就好 为什么祭祀的时候 要设一个师呢 若焉祭亦可乎 这个焉祭 什么叫焉祭 就是一般在祭祀的时候 这个师 就是受祭的人 那个人还没有到的时候 前面有一段短短的祭祀 是没有师的 师不在场 那么 祭祀完之后 师走了 后面还有一段祭祀 也是没有师的 所以 这个前后两段都叫焉祭 焉祭简单的说 就是没有师 就是直接祭神主 没有一个代表的人 那说 若焉祭亦可乎 意思就是说 那不要用师 我们直接祭师 这样行不行 孔子曰 既成商者必有师 师必以孙 那孔子就说 既成商什么叫成商 成商的意思就是说 成人 成人过世 我们祭祂叫做 继承商 继承人的时候 成人过世 我们一定要设一个神主 来代表祂的威仪的悖剧 所以要设一个师 来向神明的威仪 那这个主要是要做什么 主要是要跟商 来做区别 什么商 就是小孩子20岁以下过世 就叫做商 那在8岁以下 叫做妖 在8岁到19岁之间 有长商 中商 下商 就是年纪大一点的 接近19岁叫长商 那么在15岁到11岁之间 就叫做中商 11岁到8岁就叫做下商 那既成人 跟继承商不一样 因为他已经是成人了 他有道德 他有威仪 他负过社会责任 他曾经做小孩子的表率 那为了要具显他的威仪 所以继承商的时候 都设一个师 师必以孙 那设一个师 为什么必以孙呢 这个原因是因为 这个孙跟过世的这个人 是同招募的 什么叫同招募呢 古代的天子人庙有七座 七座中间为太祖庙 然后左招右牧 在左边的叫做招 在右边的叫做牧 他说太祖庙下来的第一代是招 第二代就是牧 第三代就是招 第四代就是牧 所以13579就是招 24680这个代数 就是牧 所以不一样 那么过世的人 他要取谁来当他的师呢 就是气要相同的 就是招募要相同的 所以就会以孙 因为自己是在招的话 儿子一定会在牧 孙子才会在招 所以说师必以孙 就是同招募的意思 孙幼则死人抱之 无孙则取于同性可也 如果你自己的孙很小 那就用一个成人把他抱着 大家祭祀的时候 还是一样 这个代表亡人的 来接受大家的祭祀的 就是这个孙 然后用一个成人把他抱着 当然孙可以自主的话 自己就坐在师的位置上 如果没有孙的话 取于同性可也 就是在同性里面 取一个招募 跟自己13579是相同的 还是24680是相同的 祭伤必焉盖浮尘也 那么祭伤这个伤 就是长伤中伤下伤那个伤 伤的意思是为成人而过世 祭祀这个为成人而过世的人 那么必焉 焉的意思就是不利 一个真正的人来代表过世的人 来接受大家的祭祀 那盖浮尘也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年幼 他的人道还尚未完备 他也未经过什么社会责任 他的道德威仪 也还没有这个非常的圆满完整 所以古人就把这个成年人 跟未成年人 他们的整个生活 全部都有一点区别的 这个区别是为了什么意义呢 意义就是要让你知道 一个成年人 你跟小孩已经不一样了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的成年人 到了30岁还像小孩 还受尽保护 他好像没有一条这个长大的界线 到哪一条界线 你应该自认为你长大了呢 他没有这个界线 所以他一辈子 他可以赖在父母身旁 他就赖在父母身旁 古代哪有什么宅男 这个事情 到了20岁 行了冠礼 他在社交礼仪上 接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 他连过世的时候 伤葬的礼节 跟小孩子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一个过了20岁的人 他心里很明白 从这一条20岁的界线开始 他就是一个成人 什么叫成人呢 就是一个圆满德性的人 就是他的道德 要在一个可以作为小孩子的 这种模范的一个水准之上 还有他的社会责任 还有他的家庭责任 他必须要开始养家活口 他要成家要立业 所以是不一样的 那古人是怎么强调这个不一样呢 就是利用这种礼仪的设计 在这个礼的设计的时候 既伤必焉 没有设施 因为他的道德还会完备 既成伤而无施 是伤之也 那如果你既一个成年的伤势 然后没有设施 那就等于是伤之也 各位成伤的伤 跟伤之也的伤是不一样 成伤是伤势的伤 伤之也 这个伤是夭者的意思 小孩子过世叫做伤 所以如果你既一个成年的人 然后你没有设施 那就等于这个祭典跟小孩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要分开了 各位我们在读到这个的时候 各位也许不懂 就是你会觉得说 人就是人 大人小孩我都爱他 祭祀的时候都一样 都本上我的诚心爱心 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讲那么多不同 要做什么呢 各位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譬如说 一个为国捐躯的人 我们在祭祀他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一点不同 因为我们要尊敬他 我们就会变得有一点不同 或者是一个国家元首过世 我们祭祀他的时候 跟一般老百姓也都一样吗 不一样 他会特别的隆重 如果是他对国家也曾经有过特别的贡献 功勋的话 那就一家的不同 各位对不对 那所以呢 即使是在现在 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是大家一样 都是一律平等的 不是的 因为对我们有恩的人 我们没有办法跟那些无恩的人 放在一起平等的 还有我们的家人 对我们有亲恩的人 我们也没有办法 把它放得跟路人一样 是完全一样的 实际上在我们的内心理氛围是不一样的 还有你自己的小孩 虽然是你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但是你看到自己的小孩 内心的那种温暖 你跟看到一个路人的小孩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古代的理的设计是以人为本 重点就是说 它是根据人性的自然来设计的 所以这个投票的时候是平等的 没有错 但是事实上在生活的时候 我们是亲近的人 有恩的人 一定是放在比较前面的 这个怎么样平等的 没有办法平等的 古人讲的比较有道理 私由近始 你要施行一个什么样的恩惠 从近的开始 满足了之后再往外慢慢推开 这个才是一个务实的一个做法 而不会沦为一个空谈 那么古人在祭祀的时候 特别把成人跟小孩子分开 不是为了让他不平等 而是这个小小的礼仪的设计 他就可以治国了 怎么样治国呢 就是让所有的小孩都知道说 我是小孩 我要尊敬那个大人 我是一个大人 我一定要做小孩的表率 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不同呢 就是从一而再再而三的礼仪里面 小孩跟大人都是分开的 就是这个分开的动作 让你知道说有所不同 那小孩子不用再多教育 不用再给他强调 他在内心里就会空出一个位置 反正是大人懂得就比较多 大人已经可以做我的表率 我处处就要尊敬大人 就变成这个胸有地公 到了20岁的人一定会知道说 我是个大人 我一定要疼爱我的弟弟妹妹 比我小的都是弟弟妹妹 所以胸有地公 就借由这些简单的礼仪的设计 就把它给落实下来 各位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会乱 就是这个大小氛围已经乱掉了 才会形成这个社会的乱象 才会形成一个小学生 坐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手上滑着手机 看着一个80岁的老翁上车 他不懂得让位 那这个老翁火了 就跟小孩子说 你怎么不让位呢 小孩子也火了 说我为什么要让你的 你也是人 我也是人 凭什么我让你呢 这种现象不合理 小的让大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民主社会 把我们的平等交坏了 但在古人来说 它是有一个确实可行的方案的 让这个制度能够落实下来 让大家的内心进展的心态 能够自然落实下来 它是很简单的 它就是透过这个礼仪的设计